大家好,今天来说一个新的工具 就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 它是一个开源项目 它的功能主要是实现语音合成 以及语音客龙 它的特点就是快 据这个官方的这个说明 它可以在三秒钟之内 就实现一个声音的一个客龙 我试了一下,速度确实挺快的 虽然效果上差了一些 但是这个跟我们之前的工具比起来的话 确实快太多了 这个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它这个下面有这个安装方法 还是比较麻烦 今天我们还是给大家推荐 更方便的这种一键包 然后这是这个工具的一个包 它里面呢有一个这个文件 我们进来之后呢 主要运行就在这边 但是这个工具它不是那种 完全就是可以自动化的 它还是需要做一点工作的 就是这个 我们先安装这个FFMPG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安装起来也比较简单 我这边给大家下载了一个 11月5号的就今天的 最新的一个版本 大家拿到之后呢可以把它 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或者你放在别的地方也行 或者大家想自己下载的话 可以去网上去搜索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bing 然后呢把这个地址复制下来 然后打开这个属性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这个 然后我们找到这边有个环境变量 然后大家双击这一项 然后大家看我刚才添加进来的 我就把它放到地盘了 然后你可以新建一个 然后把你刚才的地址 把它贴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点确定 然后就OK了 它这个安装方法其实特别简单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下 然后全部搞定之后 然后这个工具呢就可以使用了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工具 点这个1就可以了 下面这些的话大家不用管 双击这一项然后再启动 我们稍等一下 等它启动完毕就可以了 这边如果你是第一次运行的话 它可能会下载一点东西 下载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稍等一会就可以 好我们这个工具就打开了 速度很快 然后这边需要给大家额外说一下 我们这边使用的是GPU 然后如果大家不想使用GPU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按照它这边这个说法 它这边给了一个修改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词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在这个文件内 我们找到这个文件 就在这个这里 然后我们双击打开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搜一下这个 它这个词给的这个 大家看到就在这个地方 它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先检测CPU 如果CPU是可用的 那么就再去检测JUDA 如果两个都可用的话 那么它会优先使用GPU 那么我们这边如果说大家 GPU不太好 或者没有显卡的话 那么我们这边可以把 看到这个它给的说法 我们在前面加个警号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句话屏蔽掉 这个话屏蔽掉的话 它就去使用这个 CPU来运行 就是它给的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照着这个方法去改 好 然后我们这边来看 这个工具怎么用 然后翻译一下 它这边需要一段语音 然后我们可以用它下面这个例子 大家看这个例子 点一下 今天我很荣幸 这是它给我们的一个例子 然后呢 我这边直接点这个生成就可以了 它这个最后说话的文本 可能会是这段文本 好了 大家听一下这个文字 我喜欢出电子音 尤其是瑞克五代 大家看这个声音其实还是可以的 三秒钟 速度很快 它这个语音只有两秒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来做一段语音 然后来尝试一下 把这个删掉 它这边上传自己语音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提前录好 然后把它拖到这来 或者说你可以用麦克风 现在直接录也行 我的话没有提前录啊 待会用这个麦克风这个 这种方式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我们在上面找一段话 嗯 就用这个吧 好 把这段话复制下来 然后把它贴到这 它这边这个框呢 就是对你这个声音 然后来做个校正 如果你声音录的是什么 然后你把那项字 复制到这里啊 它会做一个校正 这样的话这边的 检测会准确一些 然后我们就来念一下这段话 好 我现在开始录音 未见过的说话者进行三秒的注册录音 作为声音提示 即使是单语说话者 也可以使用另一种语言 看一下刚才录的怎么样 未见过的说话者进行三秒的注册录音 作为声音提示 即使是单语说话者 也可以使用另一种语言 这个录的没有问题啊 然后我们来生成一下新的语音 好 这个就好了 我们来听一下 我喜欢抽电子音 尤其是瑞克五代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啊 声音还是挺不错的 好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这个提示这个功能 这个提示的功能就是说 我们要生成一个语音模型 相当于是 因为它这个就是三秒嘛 所以它这个语音模型很小 这边我就不改了 就叫这个吧 然后做一个提示 这边然后就提示好了 然后我们把它下载 就下载好了 然后这边有个进行提示 它这边这个功能呢 跟这边这个功能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在这儿做提示 然后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生成一个提示 效果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根据提示来进行推断 这个推断的话 就是我们根据你这个训练好的这个模型 然后来读这段文字 然后我们来把它拖进来 这样就好了 然后我们这边直接生成就可以 好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语音 我感觉我这英文读的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这个 再看看这个推断长文本 一样的 把它拖进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生成的语音模型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一段话 好这段文本比较长 花了点时间 然后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怎么样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总的来说效果已经可以了 因为毕竟我们只有三秒钟的音频 要求完全一模一样 这玩意也不太可能 这个开源项目 它的未来是相当可期的 因为我们现在做这个语音科鲁的训练 大家往往要训练 好长好长时间 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呢 往往也不是太容易 但是这个工具呢 它确实快 这边的话还有一个问题 最后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自动检测 它这个有时候会检测错 我在之前尝试的时候 我这边是中文 然后它检测出来是英文 这样的话这边生成的语音就会错乱 所以如果大家最后读出来的文本 发现差距很大 那么你可以看看这边这个自动检测 它是不是给你检测错了 然后你这边需要手动去选一下 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讲的 这个工具的所有内容 大家可以下载下来自己尝试一下 好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